现在呢我们就来设定一下 好来请各位看一下 那么呢等一下 妈妈各位我们就随便找几个人 你看哦点一下呢是黄的 就找几个把他点为黄色的 找几个人啊把他点为黄色 再来再找几个人 点一下黄色之后再点一次 还没有哦再点一次 一直点到变色为止 听懂哦 那么呢我们啊就找几个呢 把这四种颜色啊都把它加上去 让你的信件啊一共四种星星都跑出来 像这样蓝色的也有了 橘色也有了 红色也有了 还少几个我看一下 还有绿哦紫色的 哎紫色哦 所以等一下呢各位让你的星星啊 花花绿绿的 一共四种颜色哦 请各位等一下检查一下 好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各位 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筛选 哦 好 有没有几种颜色了 一 二 三 四 哎那没有问题了 来交给各位 请你啦 那么把它这四种 有没有你的搜件夹里面少于四封信的 几个手 连要四个星星都没有办法的 有没有 都有哦 代表都有超过四封信哦 OK 因为呢 因为啊 我们有四种颜色 如果你只凭着左边这个乙加星号点下去哦 那你这时候呢 看到的是四种颜色都有 听懂哦 四种颜色都有 所以如果从这个乙加星号这边哦 可能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单独的只要蓝色的新字号出现就好 我只要蓝色的新字号就好 那可是呢 如果你选这个乙加星号的话 这四种都有啊 我如果单单只要蓝色的就好了怎么办呢 好 来各位 那请你呢 先把这个纸跟笔拿起来 准备记一下 哦 我要请过记个东西 好 好 如果你要把蓝色的新音删写出来 来 各位 我们上次有说过信件的搜寻在最上面 上面这个搜寻蓝啊 来 你把它呢 在里面啊打上黑板的字 是 英文哦 H A S 冒号 同学冒号不会打 会哦 冒号要会点一下 哦 不好意思哦 按住 SH IFT键 按住SHIT键 再按一下那个虫 对不对 哦 好 好 然后打上V L U E 一横 同学 这个一横在你们键盘的最右边 最右边 有没有一个加减乘除 有没有 那个减字号就是了 哦 减字号 加减乘除那个减 然后呢 S T A R 我们看它打完了 检查一遍不要打错哦 OK 按一下键盘 Enter 好同学 你看只剩下谁 蓝色的星星 其他都收起来 来 交给各位 请你做做看 信件要会分类 也要知道怎么找